12月21日我们来做今天的A股收平 今天盘面走的实际上午是反弹了 但是我因为收阴线更好 阴线是日线的低级 彻底的产生在阴线上 那么这种现象 那就是比出现在阳线上效果要好的多 一会儿我们来判断 我们先首先来说一个问题 最近成交量是持续性的缩量 那么来了 我刚才看了一篇报道 是有些财经的媒体 说阶段性地量就不会上涨 成交量不持续放大没个涨 他说的也有道理 但是呢技术分析派是说 地量见地价 我是比较偏重于地量见地价 我看了一下成交量 在9月30号那天是2403亿 我看单看上涨指数 10月11号是2467 2467 也就在10月12号就开启了反弹记录 是不是 这是地量 那么地量之后的几天 也就是 然后呢 今天是多少 今天是2268 就是说 连9月份的那个地量 就是多少个月的阶段性地量 另外指数到达了一个重要的位置 3067 我认为呢 这反弹是一触即发 我是这个观点啊 但是关键是这个一个是个什么样的级别啊 我们来看看盘先 看看盘面的一些 给我们透露出哪些信息啊 昨天呢 管理层呢表态啊 就是炒刹 炒概念这个事情 要查一查 所以说今天呢 跌的呢 挺多的 实际 这些概念呢 偏重于科技类的概念 都是啊 你说这个科叫科技新国 你不能总 不能靠白酒吧 是不是 你不能靠饮料 饮料怎么新啊 是不是 还是靠这些 国产替代的这些东西 所以说呢 我认为这个 它不算技差 就是盲目的炒概念 它不算 所以说后面呢 我认为今天跌的挺多的 后面还会起来啊 这是一个事情啊 另外呢 今天朱佑的涨幅是靠前的啊 但前期它是下跌的 所以说至多给它定义为超跌的一种反弹啊 那么今天剩下的热点呢 就是围绕着这个 后疫情时代的大消费展开啊 但是他们呢 前面涨率已经够多的了 我这个地方呢 也调整了几天 调整几天 我因为它是不充分的啊 这是我说的啊 另外呢 我们来看看盘面的其他的现象啊 今天呢 仍然是下跌类的客线 因为它创了一个新低 就一个点 3060 昨天是3061嘛 另外 我是说这是盘面好的现象啊 大家发现 跌停的 跟大跌的股票 较昨天又减少了 实际昨天已经较前天减少了 说明了这地方的下跌的动能在衰竭 在逐渐的减弱啊 另外呢 就是我刚才说的成交量 我是坚定的认为啊 阶段性地量兼低价的 但是呢 我们说这个地方可能不是最低点 就是地量兼低价也差不多呀 一个反弹啪一跳 这事就完了 二浪调整结束 那么后面将迎来三浪上升 我是比较看好我们的A股票 没什么太大问题这个地方 也就是调整调整 调整调整 我们已经上面已经大幅的降低仓位了 不就是四层仓吗 是不是 无所谓 所以说再靠一靠 就这个反弹呢 再降低仓位 然后呢 再下来的时候 直接就回补了 可能搞不好 就会产生跨年的行情了 那么我判断呢 12月末呢 就这个月末啊 应该收到3150点的上方 也就是说把前天那个大阴线给收复 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即使是不收复啊 12年后也会修复 那么为什么说这个地方的 就是说大级别的低点不是呢 我主要有以下几个论断啊 大家看吧呢 昨天长得比较好的 今天都出现了阴包羊 对不对 你看 光伏设备 汽车零部件 半导体 实际就是这个航片航空也是 昨天都是羊羊 昨天长得今天都跌了 而且长得越多 跌的越多 这种现象 你看这个半导体 半导体 你说这个浪行已经完整了 但是又出现了个阴包羊 说明还在寻底之路啊 你包括这个电源设备 都跌到啥样了 还在跌 相反你看这个商场呢 旅游有点 这就明显 整理不充分 即使是哪怕就是宅创的新高 那也是 也是卖出的信号 并不是加仓的信号 你能指望他一个劲的总长吗 这个商业百货 这个商业百货十几线 他调还调到二零线 好像还多少强一点 是不是 你看这十片饮料 也到二零线 到二零线里面多少能强一点 可能他们呢 比如也谈个两三天 我说的意思是 他们是率先反弹了等于 但他们明显不充分 包括这个酿酒 酿酒今天什么也不是 你们想 它是一个运线 运线的没有运和指导性的意义 再有呢 就是这个 你发现没有 这个日线的滴酒 没有结构上的配合 什么叫结构上的配合 没有一个下跌反弹 再下跌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所以说 这个皮球落到地下 你很难说 它一下就啪就站住了 它对往里弹之后再落 动能再逐渐的衰劣 下跌结束了 它就是这个道理 实际股市呢 跟我们生活当中的事情 是十分接近的 上午滚车反弹 下午单边下错 全天的白线在上 说什么 保险对今天指数公愿挺大 业航呢 公愿挺大 但虽然它们长的 就长了零点几十 但它权重大呀 所以说 保险这个板块呢 大家后面留意留意 如果真的给好的位置呢 还真挺好的国业 我们前面换销线 叫3156 我说的时候呢 我说今年之内 可能会把这个大银线 给收获了 就是前天那颗大银线 大家注意 跌破跌穿了60线 60线呢 是偏长周期的均线 比较重要 一般情况下呢 如果要是牛市呢 很少跌穿这个60线 60线也可以理解为 生命线 就大盘的生命线 你看很少有跌破的 是不是 前面的上涨 你看前面的上涨 越涨离60均线越远 这个地方直接就跌穿了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就这个地方 3226就是一浪的头 有人说呢 从2863那个上涨 到3424这个是一浪 这种判断是不对的 这种判断是 这地方是一浪 然后呢 现在运行的是二浪 如果 大家说如果 如果这地方是四浪 这地方是四浪的概率很低 应该不是 就即使是四浪的话 问题也不大 问题也不大 如果真跌下来 现在又降了 是不是又跌到 2900以下去了 我发现呢 这些 有些是物人的 那么这个地方缺个啥 你看小周期 看小周期就能看得非常清楚 从326到现在 一直是下跌 而且这里面有加速的动作 是不是 加速动作 没有一个明显的反弹 今天这个呢 算太弱了 这种反弹 就是说明天后天 可能有一个反弹之后的摘下 这就是齐鸣对盘面的解读 我判断呢 这个反弹明天 可能会迟到也可能 就是说后天呢 但不会不来 中间一定有一个 30分钟级别的反弹 现在这个反弹的力度呢 不好说 我日日认为呢 这地方只是一个反弹 可能两天三天 也就是那个样子 现在调整第11天 前面上涨是26天 时间周期上也是明显不够的 反弹之后再下跌 那么就出现了重要的位置 我的意见呢 是逢反弹 要再进一步降低仓位 如果呢 后面发生变化 你看这个反弹一瞅不向 所有的板块都动了 低位的也动 然后出现放量 到那个时候 我们再去判断 反正现在 我们先定一个策略 后面呢 我们再根据 盘面的技术走势 我们再来判定 再来制定计时的策略 最后呢 祝大家身体健康 最近的身体健康是大事 另外呢 大家去给齐明投投票 点击我的金融投票主页 点我的头像 进我主页之后 有一个助力打网 助力打网呢 是2022升级大会的 创作大赛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最后呢 因为齐明说的有道理的 有点参考价值的 请点个关注 点点赞 支持一下齐明 谢谢大家